嗨,大家好,我是小野 今天我将会和大家分享的书叫 七个高效人士的习惯下半部 如果你还没有观看上半部的话 可以点击在资讯块的链接先观看哦 所以今天会讲到的习惯包括双赢思维 先了解后备了解 合作共赢以及打磨利器 第四个习惯双赢思维 好夜看过一个实验 在一次的交易里有两个人 A先生和B先生 他们将会免费得到一笔为数一万元的生意 而这个一万元将会交到A先生手上 让他决定利润的分配 决定本身和B先生各自可以得到多少钱 而B先生则可以决定要不要接这单生意 如果你是A先生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公平的55平分吗 还是73分账还是更多 同样的如果你得到更多的话 失去这单生意的风险也会一样提高 这个实验被研究了很多次 只要是超过73分账 这单生意就会做不成 双方都不会得到钱 因为在B的思维里 他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的 根本就没有双赢嘛 可是我告诉你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就算别人得到了9000元 而你只得到1000元的话 你也应该接受这笔交易 这其实是一个双赢交易 因为你们双方都可以得到钱 而我们经常会这样想 因为他得到的比我多 我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我拒绝这笔交易 这是非常愚蠢的造成双输的局面 大家都得不到钱 因此当我们可以取得某些东西的时候 那就接受它吧 就算对方比你占得更多 这就是双赢思维的精髓 第五个习惯 先了解 后被了解 沟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技能 你可能花了十多年来学习说话和写作 那聆听呢 你有练习过聆听吗 真正的明白一个人的感受 想表达的东西吗 可能是没有 对不对 如果你像大部分的人一样 想要先得到理解 或者想要让别人明白你想表达的重点 你可能会忽略掉他人的感受 假装在聆听别人讲的话 你的耳朵可能只听到谈话你的几个字 但却忽略掉真正的意思 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想着回答 而不是了解 有一个病人去看眼科 说他有近视 医生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眼镜取下来给他 这个眼镜我戴了十多年 半点毛病都没有 送你吧 可是我戴着会头晕啊 医生又说 怎么会呢 你别慌啊 慢慢就会看清楚了 如果不设身处地的先了解别人 就像不知道别人的近视多少度 就给人家胡乱塞了一副眼镜一样 同样的你也会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科伟认为合作共赢是人类最了不起的人耐 也可以说是前五个思维习惯的总结和考验 这就要说到合作的三个层次 第一 低层次的合作 低层次的合作是抵抗的 双方信任度低 对话充满了防卫和攻击 到最后还是各执己见 不存在任何交流 甚至可能对彼此产生敌意 第二 中层次的合作 这是一种彼此尊重的交流方式 是一种礼貌的交锋 但本质上还是坚持立场 做不到坦诚相待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方向另一方妥协 第三高层次的合作 这就是几亿广思的 有来有往 才能互通无间 找到解决事情的最佳方式 很可惜大多数的合作 都是中低层次的合作 就像开车时一脚踩着油门 一脚踩着刹车器 谁也前进不了 中间还是隔着楚河汉界 如果一个聪明的人和你的意见不同 说明他的主张你 一定有你体会不到的奥妙之处 要相信集体的智慧 一定大于个体智慧的总和 只有合作共赢 才能让一加一大于二 第七个习惯 打磨力气 这里的意思是说 不断地保持和强化你本身拥有的资本 不断地更新 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领域 包括生理上 社交上 思考上 身体上 身体上包括饮食 运动和休息 社交上包括多何人交谈 去取得有意义的社交连接 思考上包括学习新技能 阅读 写作和教导其他人 心灵上则要求自己花点时间 在大自然 修养信念 可以透过冥想 音乐 艺术 祈祷 甚至公益活动等等 当你不断地更新这四个领域 你就会发现生命的慢慢转变 打磨你的力气 保持着最新的状态 来持续执行其他的六个习惯 让你加强本身的能力 去做更多想做的事 以及处理身边的各种挑战 没有了这样的更新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很趋落 社交圈就会不断变小 想法也会变得僵硬 心灵更会变得很狭窄 所以我们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 来不断更新自己 因为生命就像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你不持续前进 就会被人不断地超越你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 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下半步 点赞和留下评论 让好业知道 你是不是也有以上的习惯呢 还有别忘了分享好业的影片哦 拜拜